今天要來看的是如何在Confi以外中使用ControlNet 這是Confi中階教學的第二步 如果你還沒有安裝過Confi 可以參考一下第一階段的安裝教學跟基本操作兩部影片 安裝完後再回來邊看邊跟著操作 對熟練度會比較有幫助 這個階段會分成三部影片 第一部講的是Laura跟Embeddings 跟之前一樣也都會有好讀文字版放在說明欄 每個功能用法都會分開錄製 這樣畫面看起來會比較簡單 但使用上你當然可以根據你的需求把這些功能都串在一起 另外之前已經安裝過並且已經在使用的朋友 記得更新一下Confi 在12月的時候官方更新了不少東西 包含部分之前需要靠額外的Custom Notes來實現的小功能 都被官方補充進本體中了 在影片最後我們會大略的來看一下更新內容 在開始講Control內之前呢 你需要先確認一件事情 如果你的模型是跟WebUI共用的 請檢查Control內模型的存放位置 並且打開ModelPath文件 檢查你的Control內路徑跟實際存放的位置是否相同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放在Extensions的Control內資料夾裡面 而不是Model的Control內資料夾 記得要手動修改一下ModelPath的路徑 先找到你存放的地方 點一下路徑欄 從Extensions開始框選剩下的路徑 上面已經有Base Path的路徑了 所以複製的時候只需要複製剩下的部分 存個檔重開一下Confi就可以了 首先從搜尋框叫出Control內Apply的方塊 Apply方塊有分簡單版跟進階版 在你想要有更好的控制權時可以選擇進階版 想輕鬆做圖時就使用簡單版 兩個版本差別不大 普通版的左邊有三個輸入端 右邊只有一個輸出 還要接在Positive Prompt跟Sampler中間 控制項也只有一個權重可以調節 進階版則是變成正反向的Prompt都要接進來 輸出的時候也是輸出正反向 控制項除了權重以外 還有干涉介入的起起點 分為START%跟END% 數值只能設置0到1之間 開始到結束的數值 決定Control內介入生成過程的佔比 你可以設置0.5到1 它就會是在生成的後半段才介入 也就是說 AI到帳造總部數的50%後 才會開始參考你給的Control內App 同理設置在0.25到0.75的話 AI在生成的起頭跟結尾都不會參考Control內 但生成中段會參考 雖然增加的控制項目不多 但你想想哦 你可以接入多個不同的Control內 分別設置權重跟起起點 在不同的階段引入不同程度的控制方式 排列組合下你的干涉就可以變得非常細膩 後面我們先用簡單版的Apply來看看線要怎麼接 把Conditioning這條線穿過Control內Apply接入Sampler後 可以從這個方塊的剩下兩個小點 用往外拉新增Node的方式來接好剩下的部分 從Control內這個點拉出來 放開滑鼠它就會給你這樣一個動作選單 選擇Control內Loader來載入模型 如果你下載的模型是Koyada做的DIF版 那你需要選擇使用這個DIF Control內Loader 這個Loader也可以用來讀取一般版本的Control內模型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總是使用這個Loader 輸入的地方需要你從大模型多接一條線過來 除此之外這兩個Loader在使用上沒有差異 根據你需要的功能來選擇要使用的模型 這邊如果你點開是找不到任何模型的 就代表前面我們說的那個Model Pass還是沒有設對 或是你沒有下載過任何一個 目前Control內的模型非常多 但你不用一口氣把全部都載下來 載你用得到的就行了 我會推薦新手下載官方的Tile Depth Canyon LineArt LineArtAnime OpenPose Scribble 這幾個基本上很夠你用 檔案名稱上的一些標註官方有說明 我這邊稍微簡單的做了翻譯版 大家加減看一下 官方的HuggingFace模型庫我放在說明欄 只下載Pth檔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是跟WebUI共用資料夾 模型就直接放到 Confi自己的Control內資料夾裡面 接著從Image拉出一個LoadImage方塊 在這邊上傳你要使用的參考圖 最後把Conditioning接回Sampler就完成了 這邊要補充一下 雖然不裝也是可以生成 但我還是推薦大家安裝一個叫 Control內Prepossessor的TusterNode 也就是預處理器 從Manager點開安裝列表 直接往下找到編號6這個項目 安裝完後記得 一樣不要按這個restart 自己從外面關閉執行檔 然後完整重開 預處理器是用來幫助Control內模型 接受更精確的控制訊息的 它會把你放進去的圖片 透過預處理模型來轉換成 跟你選擇的Control內對應的資料狀態 比方說Kenny他需要的 其實是這樣的圖像資訊 那透過預處理他就可以讀取到 比原本圖片更精確的內容 自然也能夠呈現更精準的效果 在Workflow裡加入這個Prepossessor 是會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就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你要先確定好 你準備使用的Control內方式 是哪一個或哪些 接著你可以從搜尋框 直接輸入Control內模型的名稱 或是在空白處右鍵 從這兩個Prepossessor的分類中 去找你要使用的 對應的預處理方塊 的意思是 如果你準備要使用Kenny 那就叫出Kenny的預處理器 而不是OpenPost的 這個Custom Note提供的預處理器名稱 基本上都有個Prepossessor 搜尋的時候算蠻好辨認的 叫出來之後會看到它左右兩邊都是Image嗎 左邊的點我們往外拉 直接新增一個LoadImage方塊 如果你前面一直都有跟著做 也可以把原本連到Apply的那個Image 拔下來接到這邊 目的就是要讓圖片在被輸入進Control內模型之前 就能夠先經過一層預處理 接著把右邊的Image線接回到Apply裡面 就搞定了 如果你想看到預處理完的結果 可以從預處理器右邊再額外 簽一條線出來 新增一個PreviewImage的方塊 想要同時使用多個Control內 就是因為Auto一次只能複製單個方塊 Ctrl-C,Ctrl-V會在複製的同時保留選中的方塊之間的連線 有時候我們希望它連外部的連線都保留住的話 貼上的時候可以用Ctrl-Shift加V 調整完你要使用的第二個模型跟參考圖後 把Apply串接起來就可以了 基本上新手比較推薦使用單個Control內 或是在多個Control內的時候 使用相同的一個參考圖 變化範圍會比較可控 成果也比較容易想像一點 另外還可以選配一個OpenPose Editor 從安裝Nodes找OpenPose 這兩個都可以 跟WebUI一樣 它是一個簡易的拉骨架工具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Confi官方在12月19號發布的更新公告 我會把這篇文章的連結放在說明欄 今天主會快速地看過一次整個更新內容 實操跟詳細的介紹我會盡快出一支單獨的影片 首先是針對SCXL Turbo的支援 官方提供了XL Turbo的專用調度器方塊 讓整個運作可以更加順暢 再來是非常實用的操作上的小更新 第一項是合併方塊 同時選取兩個以上的方塊後 從右鍵選單選擇Convert to Group Note 就可以把它們合併成一個方塊 第二項是Unduridu 快捷鍵Ctrl-Z跟Ctrl-Y 應該很多人對這兩個組合不陌生吧 下面的Stable0123 則是一個超級有趣的東西 它可以按照你提供的角度數據 來生成另一個角度的試圖 接下來的兩個條目 一個是關於節能 一個是關於Python 如果你算圖的時候總是彈出記憶體不足的警告 可以試試看FP8 能大幅節約記憶體的負擔 不過可能會降低生成品質 另一條是支援Python 3.12 和Python 2.3的Confi獨立安裝包 這是一個不穩定的測試版 你可以試試看 但不保證效果會有多好 下面這兩個是影響AI專注的測試功能 需要注意的是要求AI更細緻的思考 就勢必要花費更多運算時間 對配備較低的朋友可能不太友善 再來是個新模型 它可以用來取代XL的Base Model 並且有自己的加速Laura 感興趣的話可以直接下載來玩 以上是主要的更新項目 剩下的東西我們留到下支影片再來討論吧 最後是這次的小技巧時間 來分享一個跟ControlNet應用上有關的小方塊 在搜尋框打Resolution 找到這個ImageGenResolutionFromImage 很難記的話你就記那個名字最長的兩個裡面的第一個 它打開之後名字叫做GenerationResolutionFromImage 誰來告訴我為什麼它一定要用這麼長的名字 然後裡外還長得不一樣 不過用久了確實會發現到 Confi大部分的方塊都是這樣的 你搜尋框裡找到的跟它最終叫出來的標題 很多都會有點差異 關鍵字其實大差不差 只能靠自己腦袋稍微記一下了哈 它是用來抓長寬數據的 你把你LoadImage旁邊的點多牽一條線接過來 然後在EmptyLatent的方塊上按右鍵 把長寬這兩個數據都改成Input 最後把對應的長寬小點互相接起來 Confi就會直接讀取你上傳圖片的長寬來做生成的設置 唯一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圓圖非常大 例如長寬三四千的那種 可能就不太適用 除此之外 這個在很多地方都很好用 好的 希望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這個階段的下一集 我們會講到Apps Go跟SDXL的基本workflow 在那之前會先上一次Confi更新內容的詳細介紹 感興趣的朋友 記得點個訂閱開啟小鈴鐺 上次影片就會收到通知 有任何問題或是我有缺漏的地方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者跟我分享你的Confi使用心得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